吳亮的字幕 李宗盛 我稍後跟同學談一下 來 稍後等你看我這邊喔 我要證明 √2是無理處 我不會證據 我不會證 所以什麼叫否定的假設呢 否定的假設是什麼 我假設根號2是什麼數 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這樣可以嗎 我再講一次 直接證明它是無理數 我不會啊 對不對 我不會 然後我們就用什麼 我們就用否定敘述進行反面思考 你自己聽喔 我就假設它是什麼數 我就假設它是有理數 然後開始做什麼 正確的推理 那正確的推理 同學你這邊仔細聽我解釋喔 在科學裡面喔 如果你的推理過程完全沒有瑕疵 推理過程非常嚴謹 正確的推理 請問你會不會得到矛盾的結果 你覺得會還是不會 當然是不會 如果你的推理過程完全沒有瑕疵 正確的推理並不會得到矛盾的結果 那如果你透過正確的推理 結果得到矛盾的結果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你一開始的假設就怎麼樣 就錯啦 對不對 你一開始的假設一定有問題嘛 不然怎麼可能會得到矛盾的結果 這個就是反正法的基本想法 聽懂嗎 反正法就是透過否定敘述來進行反面思考 我說明更好二是有理數 這件事情會產生矛盾 所以更好二就是什麼數 就是無理數 那你知道嗎 好 那你說老師 你要怎麼樣做呢 來我做一次給你看喔 你要跟著我一起寫喔 因為我不想用課本來給寫法 來這個證明我就這樣寫喔 這個要跟著我一起寫喔 好 我做一次給你看 我現在假設 如果假設更好二是有理數 那也就代表說 這個更好二它一定可以寫成什麼東西呢 誒有理數就是可以表示上分數形態的數嘛 叫做p分之q 那這個p跟q都是什麼數 都是正頸數 而且呢 這個p分之q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一個最減分數 簡單來講 比如說這個p分之q不能再約分 因為我們知道有理數的表達方式不為一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今天這個更好二它是一個有理數的話 它一定可以寫成兩個正整數相除 對吧 它一定可以寫成兩個正整數相除 而且這個p分之q是處於一種 最減分數的狀態 它是不能再約分 p分之q 誒課本怎麼寫 課本是寫不能再約分嗎 嗯 好吧 它這樣想 好OK 不可再約分 就類似這樣的講法 不可 再 約分 好 那同學你接下來仔細聽喔 我的作法比課本簡單 因為課本這樣寫保證看不太懂 我們現在把這個乘過來 根號2p 是不是會等於q 我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這樣寫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之後接下來怎麼樣 我們兩邊把它平方 對嗎 這個等於這個對不對 兩邊平方 所以2p平方 是不是會等於 就是q乘以q qq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對不對 好 那現在同學你仔細聽喔 你大概聽我怎麼分析這個問題 這個p是個正整數 p平方還是一個正整數嘛 再乘2 所以請問同學 左邊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數 這是一個偶數喔 對吧 你乘你2啊 所以左邊這個傢伙是一個偶數喔 然後他會等於q乘上q q是兩個正整數 那我現在問同學 這兩個數字 都是偶數還是都是奇數 還是都有可能 一定都是偶數 因為偶數乘偶數才會是偶數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再講一次 如果是奇數乘奇數 比如說3乘3 339 5525 不是嗎 所以同學你應該知道 從這個地方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q喔 一定是什麼數 這q一定是偶數啊 對不對 對吧 我都分析沒有問題吧 對啊 這q一定是偶數喔 對吧 這q一定是偶數 從這邊分析OK吧 那既然這個q是偶數的話 那我們就 令 這個q叫做誰 令這個q叫做2k 對吧 你是偶數 那你一定可以寫什麼2的某個貝書 我讓你寫可以 這口數嘛 然後這個k是一個什麼 k是一個正整數 欸數學很無聊對不對 對數學真的很無聊 但是它是一個挑戰的過程 數學不太容易啊 要hold住啊 來 同學那我們繼續看囉 我們現在把這個式子喔 這樣寫喔 2p平方 然後會等於 q q對不對 q叫做2k 來 這個叫2k 這個叫2k 來 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2跟這個2可以怎麼樣 可以約掉 所以從這邊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得到p平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2的什麼k平方 喔 那這個時候你好像又有那麼一點feel 請問你喔 這個2k平方一定也是個偶數 啊p乘p是偶數 那從這邊你又發現p也是一個什麼數 欸這個p也是一個偶數啊 對吧 它是一個正偶數嘛 那剛才這裡喔 剛才這裡其實我們這裡得到 這個q是一個什麼數 這個q也是一個正偶數啊 請問同學這裡得到什麼東西 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一個叫什麼 這一個是誰 這一個叫做否定的假設 這叫否定的假設 然後中間這裡我進行什麼動作 正確的推理 我中間的推理過程沒有瑕疵吧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喔 我現在得到什麼東西 矛盾的進步 你說幹哪裡有矛盾 哪裡有矛盾 矛盾在哪裡 矛盾在這裡啊 我們剛才是不是得到 q是正偶數 對吧 然後接下來繼續分析 我們得到這個p也是什麼數 也是正偶數 請問有沒有矛盾呢 有啊 哪裡有矛盾 你說哪裡有矛盾 我們這裡一開始就講 這個p分之q怎麼樣 不能再約分 這已經是約到最簡 p分之q已經是不能再約分了 就是已經 就你懂嗎 就已經是處於一個負值的狀態了 那你現在告訴我 你經過推理之後 q是正偶數 p也是正偶數 靠 兩個都正偶數 那你們兩個都是二的倍數 你說你們不能再約分 這不是情後矛盾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會情後矛盾呢 我中間沒有瑕疵 為什麼會情後矛盾 很簡單 因為你一開始的假設怎麼樣 你的假設錯了嘛 你聽懂嗎 這就是證明的一種手法 利用 否定虛述進行反面思考 懂不懂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解得 假設怎麼樣 假設錯誤 這一定是出在你一開始的假設 你的假設是錯的 知道嗎 那我問你 既然你一開始假設是錯的 那就代表說這個更好二 是有理數是錯的 那就代表它是什麼數 是有理數是錯的 是假的 那就代表它是什麼數 它是無理數啊 那我就證明出來啦 更好二是什麼 是無理數啊 you understand 知道嗎 這不太容易哦 但是慢慢學慢慢學 好像也開始有一點那種感覺對不對 好像開始有一點feel對不對 來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呢 來看一下 這個叫反正法 所以各位有什麼問題 沒有 確定 會哦 來 看到課本第九頁 第九頁 它那個紫色的框框 最下面 最後一段畫 你用銀光筆把它畫起來 上述的證明方法 稱為反正法 把反正法三個字畫起來 它的原理是 從假設結論不成立出發 經過一系列推理 這個是指正確的推理 導出矛盾的結果 正確的推理 並不會導致矛盾的結果 會導致矛盾的結果 代表你一開始的 假設結論不成立 這件事情 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 應該是結論要成立 你聽懂嗎 不過它寫的有一點 讓人好像看不太懂 不過大概就這個意思 這樣沒有問題哦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最後的部分 我們這個講完 這一堂課就差不多了 有了有理數 更號2 就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有理數 譬如說3更號2也是 對不起 我剛才是不是講有理數 我再講一次 有了無理數更號2 我剛才講 好像講有理數 就可以衍生出更多的無理數 例如3更號2也是無理數 對吧 同學考試如果要你證明 3更號2是無理數 3更號2是無理數 你會證嗎 怎麼證明3更號2是無理數 你就假設嘛 我跟你講你的想法就這樣 你就設 3更號2是什麼數 對你就假設 你就用反證法 你就假設它是有理數 所以我們就令這個3更號2 叫做課本 我用課本的寫法 課本它就令它叫做誰 叫做A 這個A A就是一個有理數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個3可以除過來 所以這個更號2 它就可以寫成多少 3分之A 請問同學A是有理數 3是不是有理數 是 有理數除有理數 這個傢伙是什麼數 這個傢伙是有理數啊 有理數的運算 加減乘除有什麼性 那個叫什麼性 那叫封閉性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它這個有理數來求你 發生什麼事情 矛盾啊 更號2明明是什麼數 無理數啊 這裡是不是產生矛盾 你懂我意思嗎 這裡不用稱號 這課本有嘛 那產生矛盾是不是就代表說 正確的推理得到矛盾的結果 就代表一開始的假設怎麼樣 是不對的 你假設它是有理數 就產生矛盾的結果 所以它是什麼數 它是無理數 就這樣證明 好不好 3更號2就是無理數 這是可以證明的 好 那在我們課本裡面呢 它說 同理可以知道 像什麼5更號2啊 3加更號2啊 這些都是無理數啊 就是這樣說 好吧 辛苦各位同學 我們一堂課只能講這麼多 謝謝 Thank you